梦幻之旅 直播奇迹 第一章 陌生的晨光 卢燕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床上 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床上 灯光温柔 环境疑人 他的头脑一片空白 无法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 燕四处张望 房间里摆满了陌生的家具和装饰 他一时无法确定自己身处何地 燕一揉眼睛 才发现自己怀中居然抱着一位貌美女子的尸体 他心跳加速 惊恐地推开尸体 眼前的景象令他难以置信 而身上的衣物更是陌生 他急忙环顾四周 试图找到一点线索 第二章 直播间的奇幻现实 燕的目光忽然落在床边的桌子上 一部手机静静地放在那里 他捡起手机 发现屏幕上正在播放一个直播 一位Q蛋可爱的小萝莉正在摇曳深姿的舞蹈 留言区满是观众的张若生 当燕进一步观察画面时 惊讶地发现那Q蛋小萝莉居然是他的亲妹妹 更让他震惊的是 直播画面中的背景竟然和他现在所在的房间一模一样 他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置身于一场奇异的梦境 燕急切地点进视讯留言区 想要询问视讯主播身边的情况 当留言出现在屏幕上时 Q蛋小萝莉忽然停下动作 笑眯眯地看向镜头 用刘莉的口音说 嗨 欢迎新观众卢先生 看来你终于醒来了呢 第三章 错综复杂的记忆 燕一时之间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他和小萝莉的直播画面如此真实 仿佛梦境和现实交织在一起 他询问小萝莉身旁的情况 却只得到一句轻松的回答 哥哥 你应该好好回忆一下昨晚的事情 燕努力回忆 片段片段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 他似乎参与了一场神秘的派对 与一群陌生的人相遇 并在其中与一位神秘女子共舞 然而 他的记忆模糊不清 无法确定发生了什么 第四章 追寻真相 为了找出真相 燕和小萝莉一同展开调查 透过直播画面上的提示 他们发现昨晚的活动 似乎与一个名为梦幻派对的神秘组织有关 这个组织以提供奇幻体验为名 吸引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参与 他们踏上追寻真相的旅程 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 发现了更多复杂的事实 派对中的参与者都失忆了自己的身份 而梦幻派对的主办方似乎有着更深的阴谋 第五章 揭晓真相 最终 燕和小萝莉成功揭晓了昨晚的真相 原来 梦幻派对的主办方是一个进行实境直播的公司 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参与者的梦境串联在一起 打造出一场极致逼真的奇幻体验 而那位貌美女子的尸体 只是一个极富真实感的机械模型 用来增强参与者的情感体验 燕和小萝莉成为了这场实境直播的主角 而他们的经历将成为观众间的热门话题 最后 燕和小萝莉回到直播间 与观众分享了他们的冒险经历 这场奇异的梦幻之旅不仅让他们更加了解彼此 也让他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直播画面上的观众纷纷留言 对这场奇幻体验表示惊艳与好奇 燕和小萝莉意识到 这场特殊的梦幻派对给了他们一个难得的机会 不仅是发现了人生的冒险乐趣 也让他们的兄妹关系更加紧密 这次经历不仅仅是一场奇迹的实境直播 更是一段深刻的心灵启发之旅 燕和小萝莉决定分享这个故事 成为梦幻派对的大使 鼓励更多人敢于尝试新奇的冒险 追求梦想和激发内在的潜能 随着直播的结束 他们回到现实生活中 然而这次奇幻经历的影响却伴随着他们一生 他们变得更加勇敢 对未知充满好奇 并且学会了珍惜每一个和亲人共度的时刻 最终这段经历不仅在网络上引起广泛讨论 也成为了一个神秘而美好的回忆 燕和小萝莉在新的人生阶段中 不断迎接更多的冒险和挑战 这次奇幻之旅成为他们生命中最精彩的一页 故事的结尾让读者反思人生的无穷可能性 以及在探险中发现自己真正价值的重要性 冒险不仅仅存在于梦中 也隐藏在现实的每一刻 这次奇幻之旅成为梦中发现自己真正价值的冒险 这次奇幻之旅成为梦中发现自己真正价值的冒险 这次奇幻之旅成为梦中发现自己真正价值的冒险